本列车开往岗山 高雄的轨道系统已经逐步成型 从今年的轻轨成员 再到红线北沿第一站 岗山RK1已经通车 未来还有紫线和黄线 高雄的民众也开始习惯 利用大众运输移动 今年高雄捷运上半年 就开出了不错的红盘 现在日平均运量 已经来到17.4万人次 对比去年同时期 成长幅度高达16% 捷运它接驳那个巴士是很快的 刚好有一台它可以到捷运站 我们就从捷运站 然后再接驳另外一台巴士 也是很省时间 依据高捷空司 今年度到我们的8月17号统计 我们的平均日量是17.4万 相较去年同期增加16% 因为轨道系统逐渐成熟 有健全的大众运输 民众搭乘的意愿也会提升 加上去年4月开始推动的 TPAS月票方案 有效吸引疫情期间 流失的通勤运量 那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运量提升的原因 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个在我们的 TPAS的政策的受惠 第一个部分在我们路往的延伸 其中帮我们的轻轨成员 以及我们的钢山车站的通车 第三个部分也特别感谢市政府 在我们的沿线举办许多的活动 让大家更方便搭乘捷运或轻轨 来到我们的活动的现场 福利民众搭乘公共运输 高雄市率先于去年4月 推出TPAS月票 经统计高雄境内399TPAS月票 叫去年实施前成长了近7倍以上 那会员书也叫实施前成长4倍 目前已经达到22万 最近开幕的RK1钢山车站 通车也将满两个月 该站运量已经稳定 每日约3000人次 高捷公司也提醒民众 9月1号起RK1钢山车站到R24 钢山高一站路段 将恢复正常的收费 那此外高捷公司为了提升酝酿 我们自己也会来举办 各式有感的聚众活动 然后也欢迎我们的民众 搭乘捷运到我们的车站 来参加各类的活动 那此外也提醒大家 在我们的钢山车站 至9月1号 要恢复正常的收费 未来高雄的大众路往 也会更加全面 鼓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 记者 苏焊君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